有人可以談一下就是關於死刑的宣判明天就要來了 那現在有人在猜出會不會是用比較限縮的方式的死刑 那你怎麼看這樣提 台灣現在主流民意就是反對費死 台灣歷次的民調都做高達八成以上的民眾認為有死刑存在的必要 現在民眾要求的應該是政府要極力打擊詐騙 而不是去推動費死 我們真的不清楚說為什麼民進黨政府執意要用大法官釋憲的一個方式 那明天有可能釋憲的結果會出爐 我們再一次沉痛的呼籲 不要大法官變成是撕裂台灣的千古罪人 我們更希望大法官可以政治少一點 但是務實層面多一點 讓台灣持續有這樣的一個實行存在的一個必要性 嚇阻犯罪打擊犯罪 我想這才是目前台灣主流民意希望看到的事情 所以明天的事件結果我們靜待 但是我們真的還是要再次沉重的呼籲 希望大法官真的跟台灣主流民意接近 才能夠讓我們能夠持續大步的往前走 只有被害人跟被害人的家屬有原諒的權利 最大惡極最無可犯死刑犯加害人 他要懺悔可以 請他接受死刑之後再到地下去懺悔 所有我們的親人都是我們的唯一 如果有人奪走我們的唯一 是用那種結合裂最大惡極的方式 那拜託他的刑罰就是唯一此刑 此刑不應該廢 主席 我們議院的同事 洪委員 其實談到要廢死 我心裡就有氣 所以本來應該要早點來的 那容我抱歉 容我先在辦公室先 氣個半小時 好 再過來 我認為主張FACE的這一群人 他們是集體的虛偽 那我們社會應該徹底的 讓展現民意來摒棄他們這些想法 要讓他們自己也要知道 不要點得好 那麼好像用FACE來彰顯 他們是多麼的慈悲 他們是多麼的大愛 其實這非常的糟糕 如果要通過FACE 至少有幾項 我們要先把話跟他們講清楚 第一點 FACE啊 就是 有權利的人 他們 康被害人之凱 康被害人之凱 因為什麼罪什麼罰 這是等量奇觀的嘛 罪小罰輕 罪大罰重 一支累加上來 如果罪大二極罪無可患 那當然就是極刑 當然就是死刑嘛 那很奇怪 罪與罰既然是等量 正比 那為什麼來到極刑的時候 那麼就打住 就是 反而犯了極刑 罪大二極的人 要原諒他 說不該讓他死刑 這不是很奇怪 很莫名其妙嗎 第二點 只有 被害人 跟被害人的家屬 有原諒的權利啦 這是 這是天經地義 千古不變的 那麼 一支提強調 加害人 強調凶手 強調要顧到他們的人權 是啊 加害人 兇手 也有他們的人權 沒有錯 可是 這幾十年來 這一群虛偽的人 他們在討論的 完全都是 加害人的人權 他完全沒考慮到被害人 尤其 這一群虛偽的人士裡面 很多都是 手握大權的人 天啊 手握大權 你在那邊 假借 這個要費死 假借這樣的虛偽 來浪得虛名 博得好名 這個我們絕對不能容忍 絕對不能容忍 被害人的人權在哪裡啦 他們一直說 這一群人士一直說 欸 這個給 加害人給凶手一次機會嘛 再給他們一次機會 欸 那誰給被害人機會不是嗎 當他在行凶 在淋滅 甚至奪走 被害人 性命的時候 他可曾給被害人一個機會 那被害人沒有任何機會了啊 為什麼他可以有另外一個機會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又說啦 說給他們一個機會 讓他們懺悔 悔過 說 欸 很多啊 這個已經被判死 關在裡面 他們 其實啊 都已經懺悔啦 有的都改信天主啦 改信基督 改信 那個 佛教啦 都講成這個樣子啊 可以啦 加害人 罪大二極 罪無可犯 的死刑犯 加害人 他要懺悔 可以 請他接受死刑之後 再到地下去懺悔 才對嘛 是不是 這才公平嘛 怎麼都講那種歪理呢 然後 第三點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如果廢除死刑 就會讓我們法治社會崩解 為什麼 欸 法治社會是我們人民 都相信法律 相信政府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武器 全 把我們要討回公道 要報復的權利 都 授權給 政府 有公權力的人 那 如果任何人 那如果任何人 吃的虧 受到破壞 受到傷害 受到殺害 那 法治社會裡面的政府 該管管 該管單位 他們 他們 就會運用公權力 去 把這些壞蛋 神之以法 那麼還給被害人 那麼還給被害人一個公道 就我剛剛提到的 什麼罪 什麼罰 那 雷上來 那麼 如果該無期徒刑 該死刑 那就是該無期徒刑 該死刑 不是嗎 如果 重放這些傢伙 該死不死 那 不但對被害人 在天之靈沒有交代 被害人家屬情何以堪 他要面對 加害他親戚朋友 這樣子的這些 罪大惡極的壞蛋 面對說 人家他好端端的 他接受贊委 他現在信了幾 主耶穌 他還可以傳教咧 天啊 那 那這算什麼 那 乾脆 大家社會會要求啊 那你把政府 你政府把槍還給我們 我們就像美國西部槍戰時代一樣 人手一槍 那如果 誰 加害到我們的親戚 至親好友 加害到我們的時候 那人家我們各自去討回來 你是要這樣嗎 要這樣子做嗎 這樣子做是不是 法治社會崩潔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認為 這個事情 最後我要強調的一點 不要把簡單的事 複雜化 我們現在請大法官來解釋 那固然很好 固然很好 大法官都是 學有 法律的專精師 我們是全社會最仰望 法學界的最高解釋者 指導者 可是 不要把簡單的事複雜化 照說這件事情 根本不被釋憲 天啊 那這是在找憲法的麻煩嗎 沒有 那我講如果不信 不信 這個釋憲的結果 以及細微的差額 通過了一些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那怎麼辦 這不是在挑戰憲法嗎 莫名其妙 法律是死的 法律是為人民服務 對不對 對 法律是為人民服務啦 郭樹的名義是決定怎麼樣 那就是怎麼樣 那就是怎麼樣 不是嗎 要不是 令人法子 要不是 罪大惡極 我們一般人民 會是 喔 我們想看到有死刑 去整死一些人 以此為樂嗎 莫名其妙 不是嘛 對不對 對 幾十年下來 我們有數十件 早就 最正確鑿 這些 加害人 最無可患的 他們又找了一個理由幫他開脫 他們又說 齁 死刑無法恢復 如果到時候 是冤獄是冤的 兇手不是他那怎麼辦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現在這三四幾件裡面 裡面啊 裡面有六七件 那連續殺人魔 在這樣子 法律來來回回折騰了 那十幾年當中 他們自己不但承認 他們還說 讓我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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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欸 這一群 偽善的人士 還在那邊幫他 用人權的名義 用人道的名義 抓人道關懷 我們是我們是人 我們怎麼可以 活生生的 喔 這個把人處死 拜託 他 沒有經過同意之下 他把多少無辜的人處死了 不是嗎 對 所以 不要再浪費這些資源 不必把簡單的事複雜化嘛 對不對 對 不要把簡單的事複雜化 在我們國家 法律的審制裡面 說 會造成冤獄 冤死 冤枉處死 到現在個案 零 零 那我們不是說 那喔 那就一律 喔 那有怎樣的 死情況 那就 我們不是 他認為這個有冤的 那我們社會自然有檢視的方式 我們一省二省三省之後 還可以駁回 還可以非常上述 這麼多救濟管道 我們的司法單位一定會 一定會 極盡 財政 的能事 一定是證明到 我剛剛跟大家報告了 證明說 啊 這已經最大惡極 已經最無可犯 最正確鑿 好 那 簡單的事 就不要讓他複雜化 複雜化的結果 我們社會 只是 被害人 更痛苦 社會全體大眾 更看不下去 大家跟著折磨 不是嗎 那我剛剛跟大家報告 法律是為人民服務的 對不對 對 政府也是為人民服務的 對不對 對 所以 抱歉 我剛剛說最後一點 我又想到了一點 對不起 這真的最後一點 他們又說 他們又說 人家歐美日國家 都廢除了死刑 我四個字送他們 胡說八道 美國多數的州 美國多數的州 死刑 日本一樣 死刑 歐洲國家確實 有一些有簽了公約的 他們是這麼主張 可是 他們的法制 他們的福利 他們各種方面的 的那個 絕對不是我們想像的 這麼簡單的一個方式 就對 所以 別人不要斃 別人每人都要拿去斃 這個就很莫名其妙 我們就看 我們現在 我們絕大多數的人民 我們生活在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民 我們共同的 大家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大家想的是什麼 大家想的是什麼 大家 這個 摒記所有的學禮 之外 我們很自成的一個身為 人 我們的人性 我們認為該怎麼樣 那就應該是怎樣 這樣才對嘛 那我相信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的人性 共同的 我們追求 理想 正義 公道 我們共同的心 我們不忍看到被害人 他 被害 生命權 被奪走 被淋虐之後 結果 法律重磅這些傢伙 讓他們可以苟且偷生 然後 淋虐整個社會 跟尤其家屬們 被他這樣子淋虐 看著眼看著 就這樣 活生生 他能夠過得好好的 有一個 殺人 還用網水 把他同學 屍體 銷毀的事情 大家不曉得 記不記得 記得記得 那人家的父母親 栽培 栽培 這個被害人 栽培幾十年 那麼疼惜的 結果他在學校 就被另外一個人 不但把他殺死 還把他分屍 還用那個 鹽酸最 酸最極致 叫網水 那個是鹽酸加 硫酸加 光想到你心裡就發麻 把他融屍之後 黑人家現在這個 這個凶手不但免死 一再減刑之後 他關了 好像關了大概十來年吧 現在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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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我們社會 所以你看看 這個被害人的爸爸媽媽 他的親屬們 人家情何以堪 我們 只有一個父親 只有一個母親 只有一個阿公 只有一個阿嬤 只有一個兒子 只有一個女兒 所有我們的親人 都是我們的唯一 對不對 對 都是我們的唯一 如果 有人奪走我們的唯一 是用那種 截二類最大二級的方式 那拜託 他的刑罰就是 唯一死刑 好不好 死刑不應該廢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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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對... ここ 不能啦 是一哭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